下了这个瓢泼的大雨 我聊两句 我这两天在一个饭局上 偶然的机会 听到那个扎扎乎乎的在议论马云的事 我也对马云的事好奇 我就问其中一个大哥 我说这个马云是为什么能够去西班牙 他说你搜一搜西班牙跟中国 有没有引渡协业 我当场一搜 你猜怎么着 真有 我一开始搜的时候 我是不相信有的 我说西班牙好像也是个正常国家 也是个民主自由国家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些正常的国家 都在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一种合围之事 就是要在这个新冠这个事上 就是得把中国得拿下 得报复一下 我没想到西班牙能够走得这么远 西班牙跟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归为一类了 大家知道阿联酋是跟中国 中国是有引渡协议的 就是防止关贵这样的人再回到阿联酋 那可以立即把他引渡回去 所以理论上讲 郝海东夫妇住在西班牙 如果说中共觉得他是个威胁 想把郝海东给引渡回中国的话 应该是一路反掌的 所以马云去西班牙 开着自己的豪华飞机去 去考察农业 还是不管他干什么吧 这个消息之所以透露出来 就是给那些不爱做搜索引擎搜索的人用的 没有这个知识不具备 所以我看有些自媒体人还在议论 马云怎么怎么着 借这个机会自由世界 对于中共来讲 西班牙就是他的后院 想抓他随时抓他 所以西班牙对于马云不是自由世界 别想太多了 该吃吃该睡睡 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上一个视频 抽空讲了一点 二战老兵这个概念 在中文里面 二战老兵 它不是一个概念 没有这个中文 二战老兵 就是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立下赫赫战功的那些人 这个群体是不存在的 中文没有这个概念 当然二战老兵是一个全人类 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概念 那么你一搜的话 就是中国人没有 这个之所以没有 就是因为中国这场磨难 这场灾难 二战结束 它并不是一个终点 共产党和国民党 又打了四年的内战 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就把那些二战当中 培养出来的 存活下来的那些工程 全部灭掉 全部就是无名化 全部活捉 全部做成了罪犯 那就这么个过程 所以说中国人 在汲取二战的教训的时候 你听不到那些二战的老兵 跟你们讲一课 这些人都在坐牢的 个别的侥幸逃过的 这个五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 中期文革一来全部干掉 所以这个一场战争 付出了巨大的生命的代价 经济的代价 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 珍贵的教训 这些教训断掉了 没有 所以今天的中共的这些军魂 是没有军魂的 就是野兽 所以冒出一些战狼无精 战狼二无精这样的 还有更可笑的 这个长津会一开始 出了一个小流氓 一个村里的小流氓 叫什么什么那里千禧 那小子 我看了就恶心 我都想吐 当然也可能是 吴京他们拍这个电影 陈小哥想传达一种 象征意义 就是说这些家 他们上战场死的就是活该 他要不上朝鲜战场 把他冻死打死 烧死 他在村里 他妈的祸害老人孩子 就是个流氓 当然也可能是影视 这个非常荒谬啊 这个共产党 现在这些当兵的 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打仗 不知道为何而战 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开玩笑 梁武怀说 马云可以从西班牙来法国荷兰 你试试 你给马云发一个短信 你让他到 你请他到这个 法国荷兰来 来试试看他敢不敢 你看他敢不敢 不太可能啊 那个是做不到的 机上的领导不批准 其实啊 这些 中国抗日战争当中 存活下来的这些 老英雄们啊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这个段子啊 我昨天讲到了这个 这个 王耀武啊 其实王耀武还有很多段 昨天讲到的是 王耀武的老婆 王耀武这个人很有本事 首先啊 他这个 你在中国当一个高级军官 首先你得会玩人的 这个玩人不是说那个 李云龙那样的 那李云龙那个 纯色是个臭流氓 那是编出来的 那是中国的无聊的作家 编出这么一个李云龙形象来 那个长津狐狸 那个一开始 那个小流氓 就是据说就是李云龙的童年 这个青年 就是那个样 就是他妈的一个 一个二赖子 这就是胡变乱造的 没有事实依据的 就是纯粹是 为了把这个故事写的动人 就胡变乱造一些 烂七八糟的 莫比其妙的故事啊 这个小说家常用这个手段啊 给你举个例子 我最近跟一些朋友聊到这个地方 你比如讲啊 这个三国演义里边 三国演义里边 武松碰到了十字坡 对吧 十字坡上是在孟州道上的一个 有一个地方叫孟州道 你也可以理解成 从山东杨谷县去孟州 这条道上 在一个荒调野外 遇到了一个十字坡 而且十字坡广告早就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这个说书的话 讲到这个地方 讲到十字坡 这个人肉店啊 这个人肉包子店 这个很过瘾啊 小孩听了这儿 他记一辈子 实际上可能吗 有人论证 说哎呀有考证啊 根据宋朝的那些文献的记载啊 有犹章的事啊 胡说八道 不可能 更不可能的是 我们山东啊 还有一些更可怜的人 就在山东 杨谷县 据说就在杨谷县边上 还正儿八经的 在那搞了一个 这个 这个十字坡 模仿着书里写的那个样子啊 说这就是 这就是当年写小说的那个十字坡 这也是胡说八道 这山东人有的时候 吹牛有点 吹得离谱了 在小说里面说 十字坡的具体位置 你要根据小说的说的话呢 他是武松离开了杨谷县 确切的讲是离开了青州 杨谷县在当时是个很小的县 不足以来决定 武松杀了他哥哥嫂嫂 杀了这个 杀了他的嫂子 杀了这个西民庆 这个这个罪 怎么处理 杨谷县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必须得上他的上级主管单位 那就是青州 是青州吧 记得好像是青州 就是相当于一个地区级的 那个地方给他判 说那个人也同情武松 那就说这样吧 给你发配孟州吧 他有这个权限嘛 就去了 小说这样写 这个武松临走之前 把房子都卖了 把他哥的产业 房地产都 石头说了 家伙事都卖掉之后 还存了一笔钱 也有些老乡念他的好 给他挤了一点资 所以他出发的时候 身上带着钱的 带着银子 不缺钱 然后在路上走了20天 才到达这个地方 叫石子坡 在孟州道上 其实就是去孟州的这个路上 半路上 荒郊野外 前不着字后不着点 这有一个石子坡 其实啊 这个自古以来做生意啊 这个开饭店的 开饭店的 绝对不可以在食物当中下毒 绝对不可以在酒里面加蒙汗药 其他犯罪分子 在饭店主人不知情的教会下 饭里下毒 酒里下蒙汗药 把客人毒死啊 实行抢劫 那是另当别论 但是作为饭店的主人 绝对不可以这么做 这是第一 开旅店的 我这开宾馆 你到我这睡觉 等你睡着了 我弄到给你杀了 把你的 结你的财 抢你的色 那也是绝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客人在我家住店 我开酒店啊 在我酒店里丢了什么贵重物品 那我做一个法官 你做一个法官 你怎么审这个案子啊 那个 酒店老板会不会偷客人的 细软呢 金呢 钱包啊 可能吗 不可能 这砸自己的牌子 自故意来做生意的 没有这么干的 那 为什么有这个感慨呢 就是我最近碰到了一个事 我有一个人吧 有一个人在比如在法拉盛 租了个大房子 他住不了 那么就是有那么一两个房间呢 他就是偶尔来朋友熟人认识 都是熟人介绍啊 就是找这来住 交点 交点这个 交点钱 结果就来了这么一个人 有人介绍这么一个人了 他也认识 来这住了 住了几天 花香说 不对 我钱包被丢了 我钱包被偷了 他还知道谁偷的 这是你妈偷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说不清楚了 他妈是个退休教授 他妈是个著名的退休教授 怎么会偷你钱呢 说你丢了多少钱啊 丢了100块钱 钱包里100块钱的钱不见了 你这事怎么弄啊 他还 这俩人我都认识啊 两人都跟我讲故事 我听到笑死人 我说 首先你那个宣称自己丢钱包的人 你自己就说 你肯定是记错了 他说不可能记错 这绝对是没问题的 他很肯定 后来又叫警察来报警 这个那他还 他还就到处说这个事 其实这个事完全 完全是基于错误的假设 得出来的推论 就是你住在人家家里面 人家这个主人 那得冒多大的风险 是多么的穷雄极乐 才会偷你这个客人的 钱包里的钱 这绝不可能吧 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也不太 他也不太相信 就说明现在人呢 现代人有很多人思考问题 是走极端了 完全抛弃常识 这是个自古以来 人和人打交道的一些底线 他假设这个 他不承认有这个底线 这就是道德崩溃 同志们 咱们生活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 没有不可能 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昨天你说人和人怎么打交道 就不能打嘛 我就问他 我说你才丢了一百块 你报警 你为什么不说你钱包里 有一百万 我在你家住了一晚上 我钱包里面 一百万美元的那张大钞票 被你偷了 我就把钱包放在桌上 我出去转了一圈 也就一个小时回来之后 发现钱包那一百万 没有我走之前一百万还有 我说你哪里多划算啊 你这一百万就值吗 他不说话 假设这个事 真要是法官来审的话 我相信一个正常的法官 就这个事 你想歪了 想哪去了 你记得你钱包里一百万 你当时有照片吗 取证了吗 谁能证明 你钱包里当时有这个钱 我就跟他说 你正常情况这么处理 真的说你钱包里 或者你身上带着 特别珍贵的东西 值很多钱 你呢 又不能老在在身上到出门 对吧 你走之前你可以告诉主人 你说这样啊 我要出门 但是我这呢 有一笔特别珍贵的钱 一百万 您能不能费心替我临时保管两个小时 我两个小时之后三个小时 或者明天就回了 到时你再还给我 这个人家可能说 这是两个人核证核实过的吧 对 那可以 我给你保存吧 去吧 放我这 我不离开 绝对保证 这前提是有这个交情啊 如果陌生人 我相信人家不会替你保管 我该收你多少钱的保管费呀 我该收你多少钱的保险费呀 这就是风险嘛 你把一百万让我给你保管 万一人家有人知道我保管一百万 被赵岩赵大将军得的消息 那赵岩不带着小分队来把我灭了 把这一百万抢走吧 这是多大的风险 所以扯淡啊 就是这个这种东西都说莫名其妙啊 就是违背了古人 坚持了好几千年的 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 这是搞得很怪 很多人就是这个脑子不清楚 你要碰上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你碰上脑子不清楚 你跟他扯呀 你跟他到他妈推特空间去 瞎几巴子嚷嚷去啊 有必要吗 回来说这个私人打交道啊 我再讲一讲这个王耀武的这个段子啊 这王耀武是他老婆 被他送到香港 他副官 负责送他老婆到香港 结果传闻消息 他老婆被被他副官 两个人搞上他很爱这个老婆 他也这个王耀武很有本事 很会搞钱 很会领导人 这是个好领导 这个人 这个人至军是个一把好手 所以能当到张宁浦的领导啊 当然了他俩他俩他俩这个我记得王耀武是黄埔一期的吧 是一期还是三期啊 而王耀武的资历在黄埔这个来算法比 比张宁浦要要要要要高一些 啊 成名早 而且战功卓著 领导支位比较重要 讲一个段子吧 讲一个姓刘的一个团长 后来这个是王耀武被被抓了之后啊 被扶了 被扶之后呢 这个 注意啊 在共军曾经大量的俘虏国民党军队 当时共军来不及 要不就是吸收他们教育他们 是整他们枪毙他们 来不及做这个工作 所以有很多的国民党的被扶的战士啊 就简单登记处理一下 就回家吧 你回家吧 可以放你走 这等解放以后 我在慢慢的三反五反正反 我在50年51年开始在密集的枪毙你们 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漏我了 我文化大革命接着整你 我让下一代那些狗崽子红卫兵们去 天天斗你把你斗死 这是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投降的军队 这些俘虏基本套路啊 所以说这个 这些在抗人战争当中存活下来的力过功的人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好下场 都被共产党给修理了 那么就是长话长说啊 就说他这个 王阳我刚刚被捕没多久的时候呢 后来他下面 他那个时候是军长吧 下面有个团长姓刘 最后呢是得到这个待遇了 所以共产党说你回家吧 你可以回家了 你回家没事了 先回家 他高兴啊 回家之前他知道 当时关押他的店在山东的什么地方 哪一个县我忘了啊 我查一查 帮大家记一下 这个很重要 当时关在山东 他在山东被被抓的吧 这个人的回忆叫刘炳君 这是王阳武领导之下的第51世第172团上校团长刘炳君 那这一段回忆 我给你来年计吧 讲的这个写的很好啊 说1948年9月我参加了济南战役 结果王阳武和我都被俘 送往焦东异都 焦东过去有一个异都县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 送往焦东异都 华东军区军官团学习 12月 也就是1948年12月 宣布我和其他两人 释放回家 明天就走 我当时心想啊 王阳武也关在这里 单独居住 平时没见过 明天我就要走了 今后可能永远见不着 不如去倦一面 我足以 一定鼓起勇气 冒着极大的风险 走到他居住的内衣院门外 向守卫人员讲明我的来意 非常侥幸 他们允许我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看到的啊 就是王阳武所住的是一座四合院 进门有一个天井 有一个天井 上面三间房 抬头一望 王阳武坐在唐室里的一张木椅上 沿往外望 我跨进唐屋 注意啊 这是团长和军长打招呼啊 在他的面前站着 因不好称呼 大概不好叫军长了 都是俘虏吧 就直截了当的说 他们放我回去了 明天我就要走了 特来看看你 王阳武闻言 频频点头 连说几个好 就转过头去像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干部说 把我的钱拿三十元送他 那人转身进房 取了钱来交给我 我见此情景 心想我现在同他都在苦难当中 他随身带的钱能有几文 过去他给我再多 我也敢拿 可他今天与我一样困难 还要拿钱给我 我怎么能忍心 而且从此之后 不太可能再见面了 心想到此 不觉悲从中来 竟在那里大声哭起来 王此时默默无言 两眼直望着我 此时天经中有一个干部大声喊道 是什么人 在那里干什么的 还不快走 我文言不敢久留 深深忘了王耀武一眼 转出唐屋 阴阴哭泣而去 这个段是写的很感人啊 这个要是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话 你就能看出王耀武这个人 他养成习惯了 就说 其实这个人呢 这个人从来是不缺钱的 王耀武是很能挣钱的啊 他这个故事 其实值得今天的年轻人 这个做父母的 就是学 这个人就是能聚才 现在中共的军官要这么做 是不是允许 我不知道啊 你当着兵 当着军官又去 做生意 这玩意儿合适吗 他是很擅长干这个 所以他就习惯了 过去 有手下 回家探亲 凡是跟他来打招呼 辞行的 来来来 给他30块钱 他习惯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都当了俘虏了 这下面一个团长来跟他辞行 他说习惯了 拿30块钱给他 他不知道他有没有30块钱 你一个俘虏哪来30块钱啊 我都表示 我都表示怀疑 应该没有 也许有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 这个人就是 这是由宋江的这个风范了 见面也好 辞行也好啊 你来跟我辞行 你看得起我 我给你送点钱 留个纪念 知道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反正是我得给你点钱 这个 另外啊 其实 那个年代打仗 一场仗下来 死多少人 伤多少人 大家都知道 伤亡惨重 你现在设身处地一下 战士受了伤 如果这个战士是你的家人 最后送你一笔抚恤金送回家 这个战士的后半生怎么过呀 他是个残废人 你认为家人会善待他吗 我表示怀疑 就是今天 你从越南战场上 你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一个老兵回来了 缺条腿 少个胳膊 或者是 成了一个残疾人 回到农村老家 有人会好好的照顾他的生活吗 谁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都没有人讲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讲出来只有伤心的份 因为你顾不了 社会冷漠 一个没有人 多少人在 真的是把这个残疾人当成国家的功臣去 去好好照顾他 这个王耀武当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也看到了一段一段记载 我相信是真的 他啊 他买地 他这个我看记得是哪里 这个人曾经在江西安福县 广西兴安县 购买田地 让年老伤残官兵开垫 就是那些退下来的 不能已经没有战斗力的 那些残疾官兵开垫 两年后能做到自给自足 垫直工作 由原地107团团长 易国珍赴商退役后 专职主持成绩甚将 部队在驻地集训时 准许接待眷属 但是由军部统一派车船接送 这是很厉害你知道吧 这个他这个 所以他这些老兵 你想想一个残废军人没有死 侥幸 保下一条命 他要回到老家的话 那过的日子是更惨的 他就把这些老兵呢 就是相当于 说难听点 就是废物利用 你们这些老兵 你们这些伤员 你们这些残废人一块 在这种地 给我养猪 让你感觉到你的生命还有价值 你还可以为战友们 做点贡献 这个是一种自尊的表现 这残疾人 一个残疾人实际上 在生活当中最大的挑战 就是深刻的感觉到自己成了别人的拖累 自己没有价值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轻生 自杀 甚至自暴自弃 这种故事讲出来 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讲这样的故事 但这是个实际问题 你是一个市长 你是个军长 甚至你是个集团军的司令 你手下有好几千人是处于这种生存状态 当然你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 那用这个官方的处理办法 给他一笔钱 哪来哪去 送他老家去 送到他的亲人身边 亲人一开始热乎 一个月就行了 一个月之后就把你当成一个累赘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王耀武 这个老兄 这是我们山东人 这个人绝对是天才 现在谁还知道有个王耀武 没人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个性格 这个人是个热心肠 非常聪明 他后来死 他一听说他老婆跟副官搞上了 都气死了 得了个半身不随啊 后来文革当中 他的一个认识的人 被红冰批动 红冰打得很惨啊 所以他在那看着 他亲眼所见 这个有人说是吓死的 吓死的 你想他这样的人 那他怎么可能吓死呢 出生路死这么多 这么多次啊 就是悲愤 悲愤 情绪失控了 一病不起 就死了 就这么死了 这是发生在文革当中啊 1968年 最疯狂的时候 那个红冰批头的那个人呢 号称也是蒋介石的 十三太保之一 那个人干的活 就是后来蒋金国干的 所以那个是在国民党里最大恶极 就是在共产党眼里 这是国民党里面最最顽固的 所以只好交给红冰这些狗崽子们 批斗他 天天折磨他 而且折磨他的同时 要让这些被俘的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亲眼观看 就是 就是 就是感情上折磨他 三只猴子说 活捉王耀武 是 这是共军最爱 最爱说的这个段子 说明这个王耀武肯定是不会打仗吧 是啊是啊 共军乐死了 还有一个段子 我得补充一下 昨天讲到这个张领浦的这个新编七十四诗 在孟良固被这个包围被全奸 其中有一个细节 你必须 你以后拍电视剧的话 你就看国际用的是什么枪械 你如果是用的最高级的美式的设备 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啊 因为1947年的时候 美军已经断了 国民政府从美军贷款买的那些武器 已经停运了 不给了 再好的美军的机枪 没有子弹有用 所以呢 国军也知道 国军也做了替补方案 所以他们 张领浦他们用的这个机枪 重极枪 不是美国的原装 是 是中国自己产的 山寨版 质量就不行 这他们设计的这个重极枪啊 他也有重极枪 跟美军看起来外表一样 但是子弹型号不一样 就是用 可以用自己的子弹 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是这个这个山寨 中国自己造的这个山寨机枪啊 打着打着就发热 发热也想到了 解决不了 那怎么办呢 就用一个循环水 他有一个循环水啊 底下带着个大水桶 用一个皮管子 然后这个有循环 可以把这个机枪冷下来 可以继续打 但是在孟良固那个地方 这就要了他的命了 那个小三包上没有水 水极其正贵 最后战士喝的没的喝 我哪有水给这个机枪做循环水啊 就没有 所以最后打的这个这个74师的战士 打的那个机枪的那个前面的那个舌头都红了 都已经 机枪已经发红了 再也不能砸了 再打子弹一进去就爆炸了 我二三十年前刚出来留学的时候啊 刚出来留学的时候 当时互联网刚刚冒出来 一开始那个时候叫newsgroup 有一个专门讲 在那大家用这个中文汉字发表文章的 在newsgroup上叫out.chinese.text 简称act 那里边有一个香港来的一个老兄 叫这个Mickey Wang 他自己说他叫黄海生 不知道这个老先生还在不在啊 这老先生天天发这些国民党老兵的东西 我们再开了眼界 我说哇原来那个从孟良谷撤下来的 国民党老兵 回忆 说我们打什么 前面打的全是老百姓 然后第二排打的全是民兵 第三波 我等我们的子弹耗得差不多了 我们的枪口已经发红了 共军像蚂蚁一样上来 我们再打 那就不行了嘛 很多国军战士心里崩溃 注意啊 就不忍心在打了 这是切瓜切菜的打呀 七十四师的那些战士都是能战斗的 九经考验的 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那就是你想他打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打嘛 最后这个太惨烈了 共军指挥的他妈的这个人太多了 但是现在共军写这段军史呢 他倒着写 他说 拍电视剧的或者是作家 你在 在写这个啊 张英普的军队都是美式的啊 强械都是 这扯淡啊 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国军之所以败 老蒋 败给毛泽东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没有搞好美国的关系 美国 美国一开始 二战到了后期 还有这个 内战打起来之前 美国是对于中国人 对于两派中国人 给予了最高的期望 就是你们 我呼唤你们恢复理性 呼唤你们认识到 你们对于我们这套 美国民主制度的这个 这个尊敬 你也表示过嘛 你们都 两边都分别表示过 愿意 愿意接受我们 美国人的帮助 带领你们走向一个 宪政民主的制度 跟我们美国学 我现在就是 我要做这个好人 我要跟你做调停 你们别打仗了 你们两边都给我裁军 两边都裁军 老蒋是老老实实的 象征性的做了些样子裁军 共产党根本就不裁军 共产党军队不断地扩边 到处招民兵 招处拉撞钉 最后美国人一看 实在劝不住 我劝不住就是因为我面子不够 美国一开始就是有点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觉得以我美国对你中华民族这么大的恩 我劝你们别打了 你给我个面子吧 真没给面子 我昨天讲到了一点啊 两边的中国人 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军队 之所以不把美国人的这个调停 这个调停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的调停 这是一种大爱 这是美国人对国民党的热爱 对共产党的热爱 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和对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整体的热爱 就希望你们别打了 何为贵 我们打了 你们都打了八年 我们美国也打了四年 都打残了 这些你们这些这么有才 都是经商的能手 家里都有老婆 都有孩子 你干点正事 干嘛要打仗呢 但是美国因为四六年 跟中国年轻人搞僵了 就是设计到一起强奸案 两个美国打兵在北平 圣诞夜 平安夜吧 1946年12月24号的深夜 据说有一个女孩 看了一场晚场电影 这已经深夜了 九点十点钟左右了 北京很冷 在大街上被两个美国大兵撞见 两个大兵就把他给劫持到胡同里面 两个人在那折腾了三小时 三个人在那折腾了三个小时 最后 暴成了一个 强奸 这是后来 舆论失控了 年轻人 正义感爆棚啊 美国大兵 海军陆战队怎么能强奸19岁的中国姑娘呢 这事最后失控 所以美军就 美军啊 当年美军是驻扎在北京 这个中国的什么青岛啊 天津啊 北京啊 这些地方 大城市 是有陆战队的啊 如果国民政府 拿出真心 挽留他们 给钱 给你们这个海军陆战队 我跟你发点公司 你在这儿再待一年 也许 也许是可以 谈成的 只要美军在中国那个 有那么几万个海军陆战队 在那儿驻扎着 我相信后来 国共两党的这个战争啊 可能打不到这个程度 那个时候 美国的调停 有可能有效 所以说有的是 你看啊 有人请你去 去给别人做调停啊 他谁谁谁 两口子吵起来了 两口子 你都认识 你来给调停一下吧 我偶尔会碰到这样的啊 我一般都推掉 你们这大妈私事 我哪搞得清楚啊 而且我大妈的小老百姓一个 我也没有权威啊 那标准的调停 就是法官嘛 张三跟李四 有纠纷 打官司 法官有这个权威 给你断一下 接受也 你接受得接受 你不能接受 也得接受 这个是官府介入 过去中国 中国啊 几百年 几千年吧 农村里面有了纠纷 就是当地的绅士 他有一些德国望重的人 他说话就有分量 他给你 你的家务事 他给你调解一下 你得尊重 他尊重他的意见 所以中国就是过去 是靠这个维持下来的 你说这个绅士 他有什么 他的这个分量从哪来啊 这个很复杂 因为当地呢 是一个宗族社会 宗法社会 宗族吧 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认可 这个绅士 这个绅士 对你家的家务事 如果说 发表个意见的话 你不遵守 你不遵守的话 你在当地没法混了 这是 中国传统 是这么做的啊 那个 那是说 这个老先生 这个老绅士 会不会偏心呢 当然会偏心 人都会有偏心 但是既然是 被人家请来做调停人 那必须得坐着 一碗水端平 他得努力啊 他得 他不能够自己 把自己的声誉毁掉 当年美国错就错的 这个地方 美国是 真的想 中国人民别打了 你看我们跟苏联 也没撕破脸啊 我跟苏联 这个共同把法西斯 给干掉了 我们都做到了 你国民党 共产党 你多大的仇 你不能坐下来谈 谈出一个 一个民主的政府出来 你把军队 全给他处理掉 就是军队 不要养这么多兵 你军队 决定政治 这一定是人类的灾难 当然中国人走不出这个魔咒啊 因为是有军队介入 解决纠纷 那讲的不是道理 不是有理的一方胜利 最后胜出的就是 谁的战争 能力强 谁就胜 这他妈就是流氓嘛 谁的大棒子比较狠 谁杀人突破底线 像长春围城这样的 像大天津 把天津给炸掉 把天津的毁掉 毁给你看 你再不服 我把北平也毁了 就这样嘛 就是比狠 最后你说狠的那个人 胜出了 他能善待老百姓吗 咱们这个道理 现在回头一看非常简单 这他妈就现在晚了 都晚了 共产党这家伙们 他已经做大了 现在我们就倒霉了 现在我们没办法 推翻共产党了 三三说 共产党一直虐待自己的俘虏 但是今天仍有很多 中国人踊跃当兵 侦探娘的剑 您说的 您说的太尖 太尖锐了 被您一下给说中了 哎呀 这个现在当兵的 都是些农村青年 也没有别的出入 他又考不上一个大学 他不当兵干什么 当兵啊 自古以来就是一条 冒险 但是呢 既然冒的风险比较大 也有可能 命大 活下来 我昨天讲的一个电影南征北战 张军章张军章 看在党国子上 哇 兄弟一把 那个人叫李军长 李军长的真名 原形 这个电影了 这是电影南征北战 叫李先周 李先周这个名字绝大都是 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了 这也是个 二战当中的一个 赫赫战功的一个高级将领 我二三十年前出来留学 我当时看到了一些日本的资料 当时好像日本在华北 用飞机撒一些传单 说谁把这个下面这些传单上的人头 看下来 我赏多少钱 那个名单上当然有蒋介石啊 对吧 有这个 有这个谁是谁 其中一个 其他人我都认识啊 好像我记得有李先周 我就不知道哪冒出一个李先周 这李先周怎么这么重要 在日本人眼里怎么 他 这什么人啊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 后来多年之后 我来想 李先周原来是这么个人啊 就在我们山东这个地方 抗日战争时期 这李先周是真抗日的 新四军 八路军 在背后搞他 他一方面跟 华北这一带啊 在日军作战 一方面还得给共产党 跟共产党打 他是 这共产党也是他的老对手 李先周后来好像也是被这个 也是被俘了 被共军解放军给俘虏了 李先周好像也是三东人 我印象当中是啊 而且是我们 德州的老乡 离我家很近啊 这人 他有一个传奇 他在抗日 在某一场战役当中 我忘了哪一场了 他被人家 日军的狙击手一枪命中 打中了胸部 那个炮火很密集啊 非常艰苦 艰苦的一个战斗 但这个人呢 为人处事很好 战士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 以为他死了吗 死了也得把尸体 抢 晕下来 把他晕下来 晕下来 一看了 他还有点气 没死 但是明显的这个弹孔 从这个胸部 从这打进去了 后来做手术 抢救他 就发现他居然没有死 为什么呢 说啊 医生给他解释 说你呀 这个子弹 进入你身体的时候 你正在呼气 就是 就是呼啊 啊 呼 呼气 这个生理员里带着 呼气就是你的 你的肺呢 是正好是 挤压 叫呼 吸 吸的时候呢 吸的时候呢 是这个 肺 膨胀 正好是 呼吸当中某一个动作 他那个肺呀 肺不是有两片吗 两片当中 正好有过空脏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那个时间点上 子弹穿破 他的身体 从肺印中间的 那个空隙当中 穿过 就对他的肺 造成了轻微的摩擦伤 你看这个人 这个命多大呀 这个人 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 好像是在 有一次战斗当中 他是 他老驻扎山东这一带嘛 有一次就是 打败 到了这个安徽的 蹦步这个地方 他这个 周围 山东的这老百姓 都 都投奔他来啊 尤其是来了好几千 两千多名学生 青年学生 大概还不到当兵的年龄 他这个 他就说 他得创办一个学校 这孩子们 不能让他们 不能让他们变成这个 社会上流浪汉啊 又不能当兵啊 对吧 也不能当 他妈的小兵张杆 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学校 在安徽 创办学校是 他到处筹钱啊 找到当地的有钱的 捐点钱 这学校 我出面 我当校长 还一开口就说 我能带十万兵 我就不可能让你们这孩子们 去当流氓 我能让你上学 放心 你既然投奔我来的话 我得照顾好你们 这都是能人的 后来他是 钱还是不够啊 后来找到南京 找到国民政府吧 那时候国民政府 估计不在南京了 在南京也不是 他能要到钱的 那个南京 那个那个王宁卫的 反正他是 找了国民政府要到钱 让那个学校能活下来 现在学校 我估计也被共产党拆散了 这些好的东西啊 这些真正说 振奋民族精神的 真凭实据 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都被共产党抹杀了 代之以吹牛逼 共产党就是虾气吧 吹牛逼 就是长津湖那样的 冰雕连 有个傻逼发明了一个冰雕连 然后 然后美国的 少将史密斯还带着 美国海军洛人队 像你妈的冰雕连 这些傻叉 这些傻雕去敬礼 丢死人了 这就是自己精神上已经 溃烂了 自己没有精神支柱 这就是共产党现在 搞的这些肮脏的 这有人说叫会史 共产党组织的人 写出这些五毛 小粉红学的东西 都是共产党炮制的 会史 会就是肮脏的意思啊 是肮脏的意思 全他妈的伪造的 梁武怀说 1946年 白重席指挥四平战役 把共军林彪 打得大败 好像不是白重席 好像是孙力仁啊 溃败到哈尔滨的松花江 蒋介石下令 不准白重席去追击林彪 并给中共签订 国共停战协议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美国给老蒋的压力 反正是国军跟林彪他们打 稍微国军占了上风 马上 马上 美国就着急 美国就来救共军 鼻子老蒋 这个 鼻子老蒋 停 谈判 谈判 就是幼稚 咱们现在回头一看 这是美 这美国人这个 这个调停工作 很幼稚 这是美国你当时的 驻军已经撤走了 你在共军的眼里 你在国军的眼里 他根本不当回事儿嘛 这个情况在1950年 朝鲜也是这样的啊 就是因为苏军已经撤了 那个斯大林 斯大林对金日成 大概也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 然后这个南方美军也撤了 剩很少的兵在那 所以他们就打起来了 这TMD兄弟残杀 在外人看了 就是根本理解不了 你们你们都疯了吗 你说中国人这不是疯了吗 你看现在 使其皮说 任何跟中共和平谈判 都是不能信任的 瞬间都可以撕毁协议 对 这老使说的对啊 共军是只问 你有几个事 共军只看你全都大小 所以说这个美国就算是 发自内心的 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想帮着你们 促成一个和平的局面 两边都坐下来 把军队都放掉 都把武器放下 你们政治的纠纷 议会解决 大家开会讨论 双方争取民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民主了吧 可是中国人距离那个 太难太远了 而美国实际上 低估了自己 敌人的狡猾 美国这个 当然咱们不能怪 人家美国撤军啊 人家美国撤军 是完全是 符合美国大兵的心愿 谁不愿意回家 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你中国人家打仗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他妈的杀 你们杀 你们打四年 打内战 你把老蒋赶到台湾去 你好了吧 你看看 你看看当年共军 那些立过战功的人 有几个有好下场 也有绝大多数 没有好下场 首先你站队 你如果是属于 撕野这个系统的 全部在 林彪叛逃之后 全部受牵连 都是报应啊 都是报应 建国宿说 四平击退 林彪的是 陈明仁 魏安富 魏安富美军大概是没有这个制度 魏安富这个制度是日军发明的 这也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做法 这个证明 这个 这个事是好事 你否则这个战士 他又发不了太多工资 美军是有工资的 美军是可以高消费的 这个 在战场上 拿着命在那搏击 我有钱 我挣了钱 我还不 你还不让我享受享受 我活着图什么 你也得考虑 这战士的这个 这个生理问题啊 这个都不是 这个事都不能够 这个脱离 实际去议论这些东西 这都毫无意义 肖建华说 分裂中国 符合中共利益 符合中共什么意义啊 语言说 当年应该让日本占领中国 中国就应该被日本殖民 多好的成为上等人的机会 日本人要真的殖民中国的话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肯定是高的嘛 这是第一啊 这个是没什么好讲的 第二 如果中国人当年配合日本人殖民 就是说在这个事呢 要追的话 就追到袁世凯那去了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 小日本就跃跃欲试啊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按照西方标准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 我已经赶上你了 你们欧洲发生了大战 我要参与进去 我要站队 我要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他决定跟德国宣战 在山东嘛 事实事后证明 日本的判断是多么的正确 眼看就捡了一块便宜 就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 给夺下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惹恼了中国五四那一代 傻逼青年 那一帮傻逼青年 就是义和团的下一代嘛 义和团1900年 然后到1919年 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分赃大会 那就涉及到一个山东问题 日本抢了 德国的 那么理论上讲呢 这个事儿 你山东又不是战胜国 你日本是战胜国 那个时候那年轻人 就是犹豫无知嘛 非把这个事儿弄得很大 这一下就给苏联 共产国际的特务 一条缝嘛 就到这里下去了 就到中国来 挑拨 戏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把日本当成仇敌 其实日本也没得罪中国 日本就是想帮中国发展 走日本的道路 不要走苏联的道路 这个话 历代年轻人 没有一个听的 这他妈的 这是共产党 就是这么起来的 这是共产党 真正说 这个在中国啊 做大 这是他的起点 就是中国那个时候 中国各界吧 包括这个社会的各个 军事精英 文化精英 教育精英 那些大学的教授 博导 还是不行啊 就是没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破 最后败给共产党 这他妈是遭了大洋了 一直到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说如果说 袁世凯那个时候啊 跟日本的关系处理好 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 合作的关系 共赢的关系 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关系 那以后二战是个什么局面都很难说 在二战发生的时候 中国这个地方已经美国人很少 很难有影响力了 但是事后一看是这个道理啊 当时美国人还是 比较比较幼稚吧 不太懂国际局势的事 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 美国人的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 苏联人的影响力发挥出来了 连希特勒都征服了蒋介石 你想想 蒋介石都很羡慕 纳粹德国这个做法 就是如果让 蒋介石自由选择中国的社会制度的话 他会选择纳粹 你看看 就是乱 就是乱那个时候 就是死终走不上正在 这美国对于中国人民的大爱 被践踏了 被玷污了 被误解了 被妖魔化了 一直到今天 中共还带领这些小粉红 这些战王 还他妈以美国为敌 这他妈美国是冤打头了 美国是吃力不讨好啊 帮了中国 没帮出一个好结果来 还得罪了共产党 我就是有时候想到这 我都替美国人觉得冤枉 这中国人不值得帮 全是一帮小粉红 这是不讲道理的你知道吧 这好歹没有理性 所以如果是二次世界拉战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处理的相对好一些的话呢 也可能日本不会去拉着美国去来参战 那就是不发生太平洋战争 其实只要日本不炸珍珠港 只要日本不炸珍珠港 就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美军不到太平洋这边来打仗的话 亚洲中国这个地盘 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战胜日本的 这观点就讲到这吧 这个略微有点前卫 咱们以后再找机会详细展开 而且这个历史吧 不能做假设 不能凭着炉果去谈历史 你这个本身就是不对了 如果日本不轰杂珍珠港 美国不会到太平洋这来打仗 也就是没有太平洋战争 没有两颗原子弹 那日本控制中国 那就是一个必然的局面 因为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 就算他们合起来打日本也打不赢日本 这是我的判断 当然这是基于假设 这是马后炮 这是事后诸葛亮 这只能是大家过过嘴瘾 这是自己想想 如果你写小说可以这么从这写起 没有太大意义了 这一切毁之晚矣 今天讲的主题其实就是一句话 你没有实力 你就不要去参护别人的事 你没有美军驻扎在中国 你就不要去做国共调停 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你就能理解今天香港人民 所面临的情况 你美国在香港附近没有驻军呢 你习近平想他妈的折腾香港 怎么迫害香港的法治 宣布这个一国两制不算数了 不搞了 结束了 那美国能怎么办呢 川普就是 川普是想耍个小聪明 拼命的表扬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人很聪明 习近平处理香港问题是很人道的 这都是屁话 不话说他不放屁 他还能干什么呀 因为美国在香港周围没有驻军 他也不敢打仗 他说话没分量 碰上大流氓了 共产党不把美国人当回事 这是今天大家必须面对的一个 一个惨痛的一个局面 谢谢大家 再见